语言方第三章第五节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觉 没错了 既然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这个妇人铲难的了 现在是last call 是进入神的觉的last call 是最后召集的了 因为我们知道 第一 原来有一个时代当中 全世界主耶稣教我们看 你看政治看历史 看政治历史你就知道铲难的了 OK 如果我们知道铲难 但现在我们还要看见 就是铲难当中和吹角节的关系 是不是 而我们看见 在启述第十二章的 这个吹角节所说的天上的征像 是发生了已经在2011年的9月 现在我们慢慢已经踏进三月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其实 我们已经踏进启述第十二章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 如果还不懂得去聚着圣灵带领的话 还不懂得这个真理的话 其实 其实 未来的混乱 会使得我们和世人一样的惊慌 而不单止使我们和世人一同惊慌 而且 也会使得很多所谓自认的基督徒的人一同去沉沦 因为 总之它不是除了圣灵带领 也不是除了神的 这些荣耀而诞生的话 它不能够进神一个 而错失了这个就是永恒的错失了 我们今天 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 我们要理解这个真理 我们要全面的理解 并且我们全面的失效 因为这个很幸福的一天 就是我们 进入了祝彭节的最后召集 好了 首先我们现在理解了 现在我们理解原来 就算去到祝彭节 祝彭节所代表的表表者 当然就是 吹角节 熟罪日 和祝彭节 在里面 换句话说 我们一定要随着 圣灵带领 明白吗 让圣灵丹生 让圣灵的带领 去诞生我们这个信仰 而让神的荣耀在当中 就好像我们荣耀盼望一样 让神的荣耀在当中 轰一声 就诞生将来的 这些復兴 或者你会问 究竟在吹角节的时候 神的圣灵丹生是什么 在吹角节的时候 圣灵丹生的 是不是就是按着启述所说 就是解开这七印 是不是呀 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下 你发觉启示录就是说出整件事件会发生的事 只不过以一个更加详细的形容给我们理解 启示录 圣灵做些什么 神的荣耀又做些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用这个概念去理解 我们就直接理解就如我所说的 启示录根本是说吹角节 属序日和煮盘节的 是百分之百 因为他用着他的字眼 他用着他的制物 他讲着他的节领 他讲着关于什么 葡萄树 无发果树 是不是呀 我们发过去全部讲着这些不同的 这些的树 全部都是其实就是说在吹角节 煮盘节的收成 他讲到关于收割 是不是 他讲着浅葡萄的酒榨 全部都是的 但是问题呢 同样你会看到里面 他全部来自两条腹线 但是全部第一就是圣灵 关于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在吹角节的时候 就不断要他们听 不断要听 不断要警告 是不是 他讲到关于吹号 是不是 他讲到大问题 除了这个之外 就会看到神的荣耀 贯穿了整个启示录 讲着给我们知道 一面圣灵人就带着能力 但是全球就面对什么 审判 所以原来神指着自己 永生起誓 有一天他的荣耀充满遍地的时候 好像水充满海洋 其实遍地都受审判 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年当中 根本只要傻的人 和自欺欺人 才说灾难没有多度 才会说战争饥荒 没有多度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预知 这两年会发生 因为就是原来 神的荣耀临到的时候 全地 神的仆人就会得到 神的恩宠恩高 带领能力 但是全地都会面对 这些审判 而启熟其实就说给我们听 当七印这个启示打开的时候 神的荣耀在他的家更加大的时候 全地所面对的审判就更加大 神的家越大复兴的话 全地就越大审判 所以你会看到 这个就是典型给我们看见 现时就是发生着 而我们可以预知着 去预先预备着的一个将来 而记住这个将来 不是只是代表了 单单我们现在面对 这几个月或者这几年的将来 几个月或者我们几个月被提了 或者甚至我们还要等多几年 但无论如何 我们只会见到这个审判越来越大 但相对于神的荣耀就越来越大 但这个神的荣耀为我们 不是单单带来的大复兴大富足 金子银子运来神的家 很多人信主 我们成为万人教会 百万人教会 千万人教会 全球成亿人去讲我们这一道信息 不单止最重要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期待我们每次的仰望 就是保罗教我们的 就是我们要期望 期待 圣灵和神的荣耀所完成的 这个小孩将来用 用铁像核馆列过的 当他一诞生的时候 就会被提到神的宝座 这个就是启示录所讲给我们听 要理解 启示录第十二章 启示录所讲的几年的过程 如果你全章看 你就会知道 启示录生后 这个妇人会飞到抗野 在那里又要三年半 其实整个启示录第十二章 是将一个全面性 由他铲链 铲链即是说 一定是去年的九月开始了 直到他诞生这个小孩 直到他诞生后 再要在抗野等三年半 全部都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 所以你可以安心 明白吗 我们已经踏入启示录第十二章里面 OK 而启示录第十二章 是将前面一至十一章 是作一个全面的总结 因为由第一章开始 其实就是这个启示录的时间 OK 所以变成一至十一章 其实全部包启示录第十二章 就是全部包启示录第十二章 因为毛衣人当他死了之后 就已经是世界毕业了 因为毛衣人是事逢在世界结束最后三年半 所以才去到第十二章 就将前面一至十二章 全部作一个全面的总括 而我们要从当中学到的教训 就能够兼顾我们的心不得止 使我们能够珍惜 未来我们要注目的东西 我们不是注目未来的复兴 当然那个是一个 明不明 是一个祝福是我们期待的 但是那个小彩一碟 对比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而这个 就是我们要从 这一套的座在启示录当中 要学的一个教训 药方第三章 第五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尽神的觉 来陶告经派 我绝抛开心卦 受贩于重担 恶忆忧伤解放下 现站立在圣锁 正听上声音 深远是奉 我主将世界撇下 随着耶稣 随着耶稣 因此你脚中 不遍差 不救抛 心转一记着 神说话 随着耶稣 奔跑到永生 当时放弃我心 深恨中 每刻 等听你说话 身见吻 永久 依靠你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